平安归来就好啊 大哥 老臣有句话 请大哥斟酌啊 荆国就吩咐 大哥 待会见了皇上 不必说被俘的事 只说是恶战负伤 昏迷在隔壁荒漠中 醒来后又迷了路 这 这是欺君呢 老臣反而觉得 这是对父皇的 一片忠诚挚爱之心 皇上曾经说过 宁肯你战死 也不愿意你被戈尔丹俘获 因是啊 你是阿阁中最神勇善战的 而且你前途无量 一旦皇上得知你被俘过 这会何等的伤心啊 这将成为皇族 齐齐大辱啊 日后在朝廷上 在众阿阁中 你还怎么抬得起头来啊 当然了 你如何向皇上禀报 仍请大阿阁自己定夺 五十出客 班师回朝 待回到京城后 朕在封宫行赏 祭奠印室等朕往前市 皇上 皇上 明相把大哥找上了 他 他是 大哥他根本就没有死啊 他好端端的活着呢 应是他活着 是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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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臣 回来了 干起来 干起来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好 明主 臣在 朕可要感谢你啊 臣皆信 皇上天为豪荡 大哥神勇盖世 君乃我大清盛世之兆 戈尔丹之草寇 岂能伤及戈尔丹 皇上 殷氏啊 你跟朕说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表娃阿玛 儿臣见功心切 只想亲手斩杀戈尔丹 儿臣追杀敌军 一直追到嘎子河 在那里与敌激战 儿臣与部下杀力无数 儿臣的火龙军也被敌射死了 儿臣负伤落水 被河流冲走 等儿臣醒过来 也在下游陌生地方 儿臣迷路了 你怎么这么不知道轻重啊 朕已经告诉傅权 只许退敌 不会要追敌吗 儿臣致罪 好了 赶快去更衣疗伤吧 儿臣遵致 朕这次是真高兴啊 虽然这次御家亲征 没能剿灭戈尔丹 但是重错了他的锐气 还有两次遇难成响啊 一次是朕得了重症叫杨药给治好了 另外一次是大哥又回来了 咱大清真是天意吉祥啊 戈尔丹躲得了今天 躲不了来年 将来朕还要御家亲征 剿灭戈尔丹 正 太子爷在干什么 什么事啊 主子正在理政 恭喜啊 所向何喜啊 皇上病逝全愈 大败戈尔丹 目前皇下正在归京的路上 估计三天之后便可抵京了 所向我早就知道了 太子有何打算呢 今日午时我将率文武大臣 赶赴神庙祭天地拜谢上仓 热热闹闹请和皇阿玛龙体安康 习征大圣 好 还有呢 皇阿玛抵京之日 我将出城接驾 远迎三十里 应该的 应该的 还有呢 将奉旨监国期间办理过的所有朝政 降加检点 已被皇阿玛垂巡 并择其要者主动向皇阿玛请旨禀报 太子英明 老臣十分敬佩 还有呢 所向你有话就直说嘛 我担心 皇上返京之后 你我怕就要坠入险境 怕什么 监国期间我奉旨作朝 你一律辅政 谁也没有轻举妄动 老臣得到消息 打个明珠背后捅刀子 说太子在得知皇上病重后 表面上忧虑 心中窃心 盼望着皇上早日归天 当真 千真万确 明珠是毒蛇心肠 可大阿哥应该不会害我 太子 你怎么不明白 明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大阿哥 大阿哥对你这储君之位历来不服 垂险三指 一事如是有非分之想 那他也只会自取其祸 但是在这期间 明珠和大阿哥在西征的时候 都立了大功 黄恩正宠 而京城呢 摇眼四起 人心不稳 皇上能不追究你这个监国 有我这个辅政者的责任吗 敢问太子 在这期间 你是不是让人准备了皇冠龙袍 是你说过 我可能提前登基 府中奴才就想早做谁准备 明珠把这个事情兵爆皇上了 什么 那个明珠是杀人不见血呀 你想想一下 皇上听到这件事情会何等的愤怒 何等的伤心呢 我还没死呢 他就想着抢班夺权了 所下 我也将皇冠龙袍给毁掉了 那多时的奴才呢 我一会就除掉他们 不 现在不能杀人灭口了 因为皇上已经知道了 你要杀了他更会引起皇上的怀疑 敢问太子 于智皇管龙袍是不是有你的口语 没有 是管家多事 他听说我可能提前登基 这奴才竟比我这个主子更高兴 这就好 这就好 把这个奴才交给皇上吧 然后你就去向皇上请罪 既要沉痛无比 又要直言不讳 以求皇上的宽恕 皇阿玛 会宽恕我吗 说 会 皇上对你一向恩义 他不希望你垮台 我和他人一向的解释 他想要帮她的 他想要问自己 甚至是 他想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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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护眼 他想要走 他想要走 皇上 好啊 谈得好 八儿龙妹 你知道 这首交创乐语 是什么意思吗 听苏玛姐姐说 她是表现黄昏的时候 语打巴交 是私亲 是计谋 是孤独 要不然 母必为皇上再拎奏一曲吧 不 八儿龙妹啊 你有亲人吗 一个也没有了 都被戈尔丹 杀死了 朕倒是有许多亲人 十七个皇子 十三个皇女 还有四个皇孙 三十多个嫔妃啊 只要朕还活着 这个数目就会一天比一天多 但是 朕告诉你 朕有这么多亲人 没有用 朕仍然是雨中霸角 夜雨秋风啊 皇上 皇上 该尽药了 皇上 老祖宗吩咐过了 韩热症即使痊愈 也得细细调理啊 好好好 哭死朕了 皇上 太子在书房等候召见了 皇上 所额图等臣前来给皇上请安 正在呆朝处后旨 后旨 朕今天没有心思 明天再说吧 哎 皇上 皇上有旨 朕宫慎安 着列位臣宫返回之首各进其旨 分旨 朕宫返回之首各进其后 皇上 可有给老臣的旨意吗 没有 太子呢 在下不知 皇上可有给老臣的旨意吗 太子呢 在下不知 皇上曾经赐给你三尺黄土 怎么 今日得宠 就把老臣不放在眼里了 在下岂敢 所向永远是在下的恩师 常言道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啊 在下 当以所向为师 规规矩矩的醒仁臣之道 所向保重 皇上 应容 皇阿玛 什么事 皇阿玛病重时 儿臣竟成为重师之地 朝中有人放风说 皇阿玛可能龙玉归天 儿臣可能提前登机 这能理解 你呢 你怎么想 儿臣得知皇阿玛病危 急得不知道如何是好 当下就想赶往墨被施驾 所向把儿臣拦住了 说儿臣奉旨监国 万万不能善离职守 朕现在问 你想不想提前登机 儿臣宁死不敢想 儿臣日夜祈求上舱 护佑皇阿玛吉祥 朕 听说了一个谣言 说太子府把皇冠和龙袍都预制好了 庇皇阿玛 这 这不是谣言 儿臣 儿臣万死之罪 那么这是真的了 是 儿臣府中几个奴才 听说皇上病危 儿臣可能继承大位 便背着儿臣四招工匠撕制了一顶金棺 三剑龙袍 真是这几个奴才撕制的吗 儿臣万万不敢行此悖逆之事 确实是他们几个撕制的 用以向儿臣献媚 作为他们自己的近身之计 儿臣得知后 我当时就要杀了他们 后来再一想 儿臣如是杀了他们 岂不是杀人灭口吗 岂不是更让人妄加猜测吗 所以我就将他们交内务府 严密看押 以待花马明察 儿臣万死不赦 你不觉得耻辱丢人 这种事情传出去 叫朕如何为君 你又如何为臣 儿臣志家不言 欲下无方 请花马赐罪 这仅仅是志家不言吗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有什么样的主子 就有什么样的奴才 为什么偏偏你会有这种奴才 相公 儿臣想起就怕 儿臣有罪 当时 朕病情严重 以立下遗嘱准备 立你为君 却突然听说此事 华阿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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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臣对不起你 儿臣有罪 痛定死痛 好 后来朕想明白了 你身边虽说有小人 但是 怎么着 应仁也是朕的亲骨肉 不会叛亡父皇 早死 儿臣只愿华阿玛万寿无疆 应仁啊 你刚出生的时候 朕就立你为太子 着什么急啊 大清的皇位 早晚还不就是你的 朕是担心 日后你能否担得起大清这片天下 朕盼 不要做一个昏君雍君 而做一个圣君 儿臣愿拿自个性命 换华阿玛吉祥 朕相信你的话 皇阿玛今日的教诲 儿臣当终生铭记 朕病悲的时候 所额图有何表露 所相虽然急得寝食不安 却也冷静处事 他严密封锁皇阿玛病重的消息 重办了传播谣言的太医院医症刘子虚 处处稳定人心 坚守朝政 他做得对 李大人又在暗中伤感呢 苏莫大师 奇怪啊 李大人自从西征归来后 可懂规矩了 动不动就给人施礼 大师取笑了 请 现在李大人不但官复原职 甚至比以前更获皇上的恩宠 老尼 恭喜李大人了 大师啊 皇上所赐的三尺黄土 还在西郊乱门岗子那搁置呢 光帝早晚要去的 干嘛这么说呢 光帝经此劫难 茅塞顿改 今后的日子 只是死后余生罢了 我越听啊 越觉得你像个出家人 李大师 光帝不会出家 反而要更加入室 学权谋之术 喜仁臣之道 我就不幸搬不到明珠所额图 两大全臣 什么 光帝的性命是大师救下的 在大师面前 光帝毫无隐瞒 从今以后 光帝要以两位全臣为师 以求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大师啊 早晚有一天 光帝会以齐人之道 还置齐人之身 搬到明相所向 为朝廷 除害 您这是出于公义呢 还是报私仇啊 这能分得开吗 都有 宝公主啊 怎么回事啊 李公公 这个您 宝公主啊 这不合规矩 李公公 皇上心里喜欢我 我知道 李公公 李公公 求您了 端上去吧 好啊 皇上 好啊 我刚才有的人 贴下来 这儿 宝公主 宝公主 李公公 李公公 宝公主 你看 可以前去试驾了 谢谢李公公 八公主 大胆去吧 皇上 八儿龙梅啊 朕这次没能剿戈戈尔丹 但是你放心 朕一定替你报仇血恨 冷静 来年朕还要御驾亲征 皇上 我不是为了戈尔丹来的 为什么 是我自己想来的 皇上啊 不是为了戈尔丹 暴日龙梅 就不能爱皇上了 朕 朕可没动过这个心思 皇上 两年来 我听宋妈姐姐讲过许多皇上的往事 我 我越听 就越敬主皇上 想念皇上 皇上 不管您愿意不愿意 在宝日龙梅心里面 我早就把您当成了亲人 皇上 求您 收下我吧 二龙梅啊 这不合规矩 你歇息去吧 快去 是 陛下 前几次我们讲的是哲学 温学 天文 地理 今天呢 这次讲的是构古定理 它专门研究各种图形的关系 皆是大千世界的奥秘 这个我们大卿也有 叫做算学 当然没有你们算得这么精确 那个抱孩子的女人是什么人 陛下 这是圣母玛利亚和圣子耶稣 这是你们洋人的神吧 是的 陛下 这是我们的神圣使命 是川普上帝的福音 朕只能静而远之啊 因为朕就是天子 上天之子 今天朕想跟你们谈谈其他的事情 朕想问问你们 谁会说俄语啊 陛下不很数量 不很熟但是会对吧 是的 索图 陈在 跟他们说说沙皇俄国的事 喳 二位 沙皇俄国已经与我大清作对 暗中支援戈尔丹 甚至想让克尔克蒙古臣服俄国 朝廷征缴戈尔丹时 就因为沙俄出兵干扰 才未能一举成功 上月初二 沙皇俄国右派军队侵犯我大清属地 雅克萨 尼布楚和北加尔湖烧杀抢掠 残害百姓 皇上闻听十分震怒 现在皇上已质疏沙皇俄国 建议各国派使团在尼布楚 进行谈判 臣奉旨担任大清国使团第一代表 即日即将启程 张上白进 朕这一阵子与你们相处多时 十分信任你们 这次朕想让你们担任大清国谈判使团的通事 你们愿意吗 陛下 我们能够为两国和平而尽力 圣感荣幸 陛下 我们在法国时从没有担负过这么重大的使命 我们感到极大的荣幸 好好 张上白进 听旨 既行加入大清使团 随内大臣索图赴尼布楚 与沙俄谈判 谢陛下龙安 谢陛下龙安 所图 臣在 您和他们二位仔细地斟酌一下 务必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但是 谈判使要以礼相征 凌之 李皇帝 朕让你调查的事情怎么样了 臣暗中密查过了 说吧 皇上息争起见 索相府终认人来人往 尚书房形同虚设 各项政令 俊决于索府 连各地的都府进京 也都是先拜索相府载入朝廷 这都是场面上的事 朕要的是事实 还有一件事令臣不解 皇上并重几件 索相曾密调直立三营铁骑进京 蒋 此外 太子监国所向府政几件 他们善行政令 先后裁撤了六名内臣 蒋拔了五名外官 被裁撤者 都是和名相关系密切的臣公 被蒋拔者 都是太子和所向的门人 众臣微不敢言 反而纷纷献媚 甚至称从太子为圣君 裁撤与蒋拔 都没有向朕禀报 臣担心的不是这些琐事 而是暗藏的危机 这并非是琐事啊 你可以放开胆子讲 臣斗胆尽眼 皇权神圣不可侵犯 君与储君之间 一旦含糊不清 便是日月不明啊 这比名相所向之间的党争 更为可怕 你说的话就像扔刀子 炸得真 心痛 皇上教导过臣 痛则痛 不痛则不痛 你厉害 李光帝听着 索徒走了以后 明珠将成为岭内大臣 朕让你随明珠入职 记着 要不露声色 查一查索徒和太子主政期间 他们有什么暧昧事端 查清禀报 尊臣 遵旨 去吧 恭候名下 恭候名下 好 列位 这是 大人您请 大人请 老夫就先进了 请 大家同朝为臣都在上书房办差 这是何必 您现在是岭内大臣 这就相当于当年的首府索尼 你 就是 我等是 我等是欢喜不尽的 都在翘首盼望 那您 就是 好 那来 列位 都请 大人请 好 好 请 请 列位 怎么都站着 大人请 坐 坐 大人请 大人请 怎么着 列位 这 所向主政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天天恭迎啊 是不是也是进门打帘子啊 半天不知声啊 这规矩不好得改 打今儿起啊 谁也不必供应谁 进门自个儿给自个儿打帘子 坐下后啊 更不必用瞧主子的眼光瞧这点尊案 是 是 是 这所向主政的时候那是日理万机 鞠躬尽瘁啊 明珠是极为敬佩啊 这人非圣贤事办多了 不免偶有危险啊 六位说 是不是啊 是 是 是 比如说 蒋拔与裁撤啊 便有门派之嫌 皇上是甚为不满哪 本乡奉旨矫正 都给我听着啊 从今日起所有蒋拔裁设方面的折子一律冻结 是 是 以发停记的 着急追回撤销 是 是 我说光帝啊 你看老夫这么办妥不妥啊 下官 以为妥当 矫枉必须过正啊 对对对对 光帝说的对啊 矫枉必须过正 不过正 则不能交往 是 是 沐大人 是 听说封杀大兴衙门的事是你办的吧 这事 下官奉太子口谕所向严命 不必多说 几灵还需几灵人嘛 你马上到刘府 登门谢罪 事完后赶回大兴山后 是 等等 这事办不好 好 你就甭回了 是 大人是 红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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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你把力部主事刘明山革职拿问 说是明珠同党要法办 哎呦 你可不知道啊 惹得他老娘带着儿女到我府上大哭大闹 他那两岁的小孙子还在我家大堂上拉了抛屎 我说红大人哪 这一屁股烂屎谁擦去啊 下官去擦 下官谁啊 赔偿的那五千两银子打哪出啊 下官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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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两位大人 来来来来 哎呀 我听说 两位是在皇上吸灯的时候趁虚而入的吧 下官赔偿 原在内务府办差 封太子口谕任尚书房行走 不用报履历了 你那嘎嘎啦啦的事我都知道 哎呀 这内务府天天吃香的喝辣的多舒服啊 不像上书房电闪雷鸣的 你们两位啊办不了这差事 还是回去当奴才吧 是 谢明相 我说列位啊 这尊案都空下来了 咱们开始办差吧 这 所向前脚走 明珠后脚就来抄老本营了 谁可忍孰不可忍哪 是啊 没凡啊 他现在风头正盛气势熏天 皇上啊正宠着他呢 屁 他这是假托圣旨 行党通伐义之嗣啊 是啊 所向为了大清国 远赴尼不楚都老毛子 可这儿呢 明珠是趁虚而入 都所向啊 眼下啊 只有赶紧给所向报个信 哈尔泰 这事就拜托您了 下官立刻就写 着亲信非送迷不楚 照我看 信上得加上一句 迷不楚谈判 所向只能成功不可失败 一旦无辜而返 只怕所向自己也难保太平了 是啊 告辞了 明珠居然比所图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明相说 矫枉必须过正 不过正则不能矫枉 真这么说吗 那大臣都在 朕一直以宽人为本 以德才取人 两个丞相这么逗来逗去的 非得逼着朕下死手啊 禀皇上 外省四位青年官吏的德才履历 臣奉旨调查过了 请皇上预览 你说说吧 德州到台张廷玉政绩杰出 官胜及家 下一个 吴江致县郭秀 为官清政不阿 致行为江南第一 因其简朴 乡民们称郭青菜 郭青菜 什么意思 他一日三餐 以青菜下饭 客来也如此 这个朕喜欢的 四川检释陈梅川 秦政爱民 兴学广教 百姓们见之喜 崖烈们见之聚 学子们见之亲 还有什么 臣郭秀玉叩见皇上 平身吧 谢皇上 你们的政绩人品还有官生 朕屡有所闻 朕亲自把你们调进京来 入朝为官 让你们四位都在上书房行走 监理内阁政务 谢皇上 多年前 李光帝进京为官的时候 朕嘱咐过他 李光帝啊 臣在 你还记得吗 臣终生铭记 皇上说 京城是个大掌纲 望你处无你而不然 现在说起这些话都嫌多了 清者自清 着者自着 人要是想腐败堕落 天都揽不住他 所以这次朕不送你们黄马挂 送你们四个字 清联自首 遵旨 您相 四位是新来的 是 是 列位青年俊才早得就入朝了 老臣还以为自己是头一个呢 下朝以后啊 老臣请四位俊才到韩社小聚 薄酒一杯 恭贺列位入职尚夫房 不知可否赏光 谢名相 谢名相 名相 我们可以办差了吧 去吧去吧去吧 快去 禀所下 这是刚刚收到的京城密报 好 这 明中趁我离京谈判之际 趁虚而入 以陵内大臣之名 主持上书房 告什么 交往过正 告什么交往过正 入阁的第一天 就裁撤了我们三个人 管家的第一天 押了两个人哪 明珠猖狂 这可是冲着所向您按下杀手啊 明珠这个东西我倒全然不惧 倒是皇上 他又亲自宣定四位青年大臣 入职尚书房 把明珠也给假空了 交往过正 交到自己头上来了 自食其果 皇上此举 究竟是想以明珠之手整我呢 还是以四位青年大臣之手整明珠呢